来关心我们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屏东万丹国中所发生了学生食物中毒的情形 马上连线给记者包金盈带我们来关心最新的消息 金盈 好那屏东县万丹国中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发生食物中毒的意外 那么透画面可以看到呢 这个身体不舒服的学生通通都已经被送到医院来 那么大家的症状都相同 大家都是入肚子痛 那么想拉肚子 而且呢有一个呕吐的症状 那么家长接过消息 赶来学习赶来这个医院探望 非常的担心 那么事实上呢 这些万丹国中的学生 他们是同一个班级 那么班级上总共有23个人 他们在今天中午呢 是吃了这个便当工厂提供的便当 那他们中午吃的东西呢 包括有鸡炒饭 另外还有鸡块跟花椰菜 那同学目前呢 都还搞不清楚 到底是哪一道菜出了问题 那么让这么多的同学呢 都出现身体不舒服的情况 那么还好呢 在请及就医之后呢 目前呢 是有五个人已经陆续回家了 那么其他同学呢 也都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那么目前是没有大碍的情况 那么由于呢 前天在屏东的治政国中 才也发生过59位同学 也是集体食物中毒的事件 所以说屏东国中的这个中午的营养午餐 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卫生局呢 要深入的调查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 镜头交换棚内 好 这是连续两天传出来 屏东有国中呢 传出学生集体食物中毒的情形 那么在今天呢 万丹国中16位的学生 紧急送到医院之后 已经有五个人回家了 我们来自屏东最新的消息 而另一方面呢 陈水扁人还在台北看守所 已经107天了 到底有没有可能在这个 五月底的时候重获自由呢 现在相当大的一个